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 5月3號的財人廣進 台北股市今天表現不錯 再創新高 我們稍微看一下 整個指數呢 開小高之後一路震盪走高 雖然還沒有收盤 可是指數已經讓我們看到 現在是漲70點 那今天最高呢漲77點 來到11082 好 各位這代表什麼意思 台股過前高 台股去過前高 好 那最近的盤勢呢 稍微有點震盪了 那我們對於這個盤 我們跟各位講過 有時候我會跟大家 比較囉嗦一點 我會分析說未來這個盤 會怎麼去走 那其實這樣的一個分析 是有他的目的在 因為我們要帶會員 我要知道我可不可以買 那如果說你對這個盤 有疑慮的 你不知道該怎麼做的 尤其一堆老師都在跟你講空的 各位 我跟各位說過啊 這個LINE可以幫得到你 好不好 那我要怎麼幫你呢 你今天加入LINE不用錢 但是呢 我就是要讓你賺到錢 整個台股未來的走勢該怎麼規劃 我們在這個LINE裡面都講得很清楚 你來仔細看 台股近期的震盪 很多人不知道怎麼做 可是你想想看喔 4月24號 將近兩個禮拜以前嘛 我們就有跟大家講 台股正在醞釀一個更大波的 軋空行情 當初我這樣子講 你會覺得 可能嗎 那時候我就跟他講嘛 這裡在仰空跟右空 當台北股市呢 出現了一個震盪盤局的時候 很多人跟你講空嘛 你也很害怕 可是我怎麼跟各位說的 你來仔細看 我再怎麼幫你規劃這個行情 4月26號的時候 除了我跟你說空單要怎麼養 才能夠達到軋空的目的 再來呢 就是軋空的時間點 我也跟你講得很清楚 你來仔細看啊 4月26號我跟大家講嘛 下週一是磨台結算 就這個禮拜一啦 也就是說這個禮拜一過後呢 才是期貨倉位重新佈局的時刻 所以我說 你台股要發動軋空的時間點 應該要等到什麼 下下週 也就是說來到這個禮拜 就是下週 下週才有機會有沒有 那結果你會發現到 有沒有機會 不過你仔細看喔 台股今天在創波段新高 台股近期在震盪的格局裡面 它沒有爆量 沒有爆量就能夠再創新高 這代表著說 台股籌碼是很穩定啦 所以呢 如果說你在這個時間點 你去看空 討不到便宜嘛 結果再創新高嘛 所以呢 對於台北股市下個禮拜的走勢 都有答案了 已經跟你講過了 下個禮拜是 台北股市要準備走勢攻擊 所以呢 下週屬於攻擊盤 下週屬於攻擊盤 為什麼是屬於攻擊盤 等等你想一下 如果你以法人的倉位來看 現在台子期多單是5.7萬口 但是我昨天有跟各位講過 以摩台的一個倉位來看的話 到現在為止呢 摩台呢 它已經來到23.5萬口 仔細看喔 在這裡 23.5萬口 那這個倉位代表什麼意思 頭部你想想看喔 到昨天的時候呢 摩台再創新高 未平安口數再創新高 他創107年2月份以來的新高 甚至於呢 他現在呢 有機會去挑戰107年2月份 那個高點 那也就是說 當整個摩台結算完之後 你看指數都跌不下去嘛 這代表說外資還在積極的做多 尤其到了下個禮拜的時候呢 正好 中國股市也好 或者是日本股市也好 5.1的長假過後了 他們要持續的開盤 那你從這幾天呢 亞洲股市的動向你會發現到 你看喔 南安的走勢呢 近期啊 他正好來到哪裡 年限的位置區 還沒有過了 但是近期沒股跌嘛 對不對 因為連準會沒有說降息嘛 但是呢 他在這邊走震盪 他沒有跌下去啊 就維持區間 而且他準備什麼 挑戰連線 那更重要的是 南安 香港股市呢 近期的走勢呢 都在上攻 所以呢 香港股市跟中國股市的走勢呢 很雷同 他們兩個很密集 所以呢 當整個香港股市都能夠上攻 預計下個禮拜 中國股市 他有機會走補漲 那你臺北股市今天創新高 也只不過才剛開始而已 下個禮拜如果說當整個 雅股再走補漲的話 臺北股市就還會去創新高 所以呢近期我們一直跟他講啊 有機會的時候你要趕快進場 那為什麼要再做這些分析呢 只是要告訴你說 當你分析完之後 你才知道你要怎麼賺錢嘛 當有機會到的時候 你要懂得佈局啊 對不對 所以呢 盤是我們都講得很清楚 這裡正在醞釀一波 更大波的卡控行情 那整個台股的走勢呢 真正的攻擊時間點 在下個禮拜 我沒有看黨所長喔 我都提早跟你做預告 好所以咧 當你能夠了解盤怎麼走 你就要開始賺錢 怎麼賺 這就是我跟他說的啊 機會到的時候 你要趕快把握 你來仔細看 我怎麼跟你說的 這個禮拜二啦 五一長假之前 我說台股下週才要進入攻擊盤 但是勞動節 五一勞動節過後 個股會先表態 所以呢 你個股的買點 應該在週四週五 你要開始找買點啊 這我跟他講啦 你把你成本壓低嘛 當你壓低之後 你才能夠賺的比較多 所以咧 在近期呢 我們都開始呢 先幫你在低檔先佈局 先佈局有一個好處 我舉個例子來講啊 因為這些個股呢 其實你在LINE裡面 你都看得到 各位你仔細看 4月19號我跟你說嘛 有一檔股票會漲到月底 當時還沒有動的時候 我在LINE裡面跟你講 對不對 你應該都知道 因為我們公開啦 你會發現到 欸這叫威剛 低檔的時候 42643附近低檔叫你買 買完之後呢 20% 結果呢 近期震盪之後呢 讓你看到再創新高 22% 可不可以你會發現到啊 禮拜二應該說 5 4 2 1 禮拜一的時候 台股震盪嘛 它是不是跌下來 可是你的成本夠低的話 你不會被洗掉啊 如果說在這個是地方 你後面再來追的 跌下來 你趕快想賣掉 欸 跌下來不行了 這就算高點了 結果呢 你成本夠高嘛 如果太高的話 你會被洗掉 結果你看又漲上去 所以當你把成本壓低 你才能夠賺波段 那這樣的一個模式呢 我們已經好幾檔個股 一堆股票啊 全部都在賺波段 有沒有 是不是都在賺波段 好 那各位 這些都過去了 現在的重點是 下個禮拜的攻擊盤 它要動什麼股票 這幾天我們在LINE裡面 有跟各位解說 你來仔細看 我有跟各位講過一檔個股 蠻重要的 因為下個禮拜呢 因為接近期貨結算 所以這樣的盤 它要動全值股 所以呢 全值的個股有機會的時候 你看4月3號禮拜二 我跟各位講啊 你要注意 鴻海第二次買點到了 鴻海當時我怎麼跟你講 前面這一波 我們賺34%嘛 但是為什麼會有 二字起漲的機會 因為台股下個禮拜 要走攻擊啊 那你一定全值股要動啊 那你全值股要動的話 你想想看 當時鴻海的股價 我跟大家講啊 4月1號到現在為止 反而那平均成本 在87塊左右 所以呢這幾天 我就跟他說 有低點的時候 你要趕快去切入 到今天已經開始慢慢了 守穩年限了 已經守穩年限了 到現在為止都跌不下去了 下個禮拜反而開始有機會攻 我每時候提早跟你預告 我只要讓你知道說 你絕對賺得到錢 就如同這兩天 我們的會員都開始低檔接 那要怎麼去接呢 好 那我今天在Line裡面 有跟各位講過 昨天呢 我們就開始呢 切入到低檔 而且已經整理進尾聲的股票 比方說 3661的世青 昨天打到月線 我怎麼跟大家講 世青股價回升月線 回到月線支撐 低檔已經到了 建議會員在82塊附近買 你絕對買得到 結果今天都上去了 有沒有 整個股價都上去了 而且都是從低檔上來的 那你現在要怎麼去 賺另外一檔個股 能夠像微剛一樣 低檔買完再創新高的股票 你現在不布局 你什麼時候布局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在Line裡面 跟各位講解的一些 內容跟重點都是未來 當然這個未來你看不到 但是呢 當我們解完之後 你會發現到 我們的技術分析有時間了 當你能夠了解時間 你才知道你要什麼時候 你可以進場低檔 這樣的一個模式裡面 才能夠讓你賺得更多 因為下個禮拜就是攻擊盤了 到現在為止台股創新高嘛 那量小都能夠過高 代表說籌碼很穩 補個量就要繼續往上衝 所以機會到的時候 趕快一起來 我們後面的個股 都幫你準備好了 因為時間關係 沒有時間跟你講太多 不過呢 五月新標股 五月新標股 趕快來體驗 下一檔要輪漲的攻擊股 錯失了這個低檔 你會錯失少賺很多 好不好 歡迎各位廣告之後 打電話進來 我們禮拜一見 拜拜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飛機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